圣公会圣法兰西斯堂 显现后第六祖日 晚到崇拜 2022年2月13日 愿恩惠平安 从上帝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要在全能的上帝的面前 安静跪下 以谦卑和顺从的心 承认我们的过犯 使我们靠着主 无穷的良善和恩赐 得门赦免 最慈悲的上帝 我们承认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 在我们已经做了的事 和该做而未做的事上得罪了主 我们没有全心爱主 也没有爱人如己 我们真心认罪千功悔改 求主因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怜悯我们 饶恕我们 叫我们可以敬爱主的圣意 遵行主的圣道 荣耀主的圣名 阿们 愿全能的上帝怜悯你们 因我主耶稣基督赦免你们的罪 增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以圣灵的大能保守你们 藏在永恒的生命之中 阿们 上帝啊 快快搭救我们 主啊 速速帮助我们 但愿荣耀归于 圣父圣子圣灵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恩慈的真光啊 纯洁而辉煌 从天上永生 圣父而出 耶稣基督啊 圣洁而多福 现在夕阳夕尘 我们眼见暮色苍茫 我们歌唱赞美上帝 圣父圣子和圣灵 无论何时 你都配受欢声赞扬 上帝的圣子赐生命的主啊 万古千秋 永辈 尊崇 诗篇十九篇 诸天树说上帝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亮带通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上帝在其间 为太阳安设帐木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 又如勇士 欢然奔跑 他从天这边出来 绕到天那边 没有遗物被隐藏 不得他的热气 耶和华的律法权备能梳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纯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 且比风房下滴的蜜甘甜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守着这些便有大伤 谁能知道自己的措施呢 愿你赦免我隐而未陷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容这罪挟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耶和华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诗篇四十六篇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 三 虽摇动到海星 其中的水 虽平空翻腾 三 虽因海战而战斗 我们也不害怕 万军 知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 是我们的避难所 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岔 使上帝的臣欢喜 这臣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上帝在其中 臣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 上帝必帮助这臣 外邦宣扰 列国动摇 上帝发生 地便融化 万军 知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 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 看他 实地怎样荒凉 他只是刀兵 直到地级 他折弓断枪 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上帝 我必在外邦中 被遵从 在遍地上 也被遵从 万军 知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 是我们的避难所 但愿荣耀归于 圣父圣子圣灵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旧约经课 记载在 创世纪 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 他因为深爱拉结 就看这七年 如同几天 雅各对拉班说 日期已经满了 求你 把我的妻子给我 我好与她同房 拉班就摆设沿席 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 到晚上 拉班将女儿丽亚 送来给雅各 雅各就与她同房 拉班又将婢女西帕 给女儿丽亚 做使女 到了早晨 雅各一看是丽亚 就对拉班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我服侍你 不是为拉结吗 你为什么欺哄我呢 拉班说 大女儿还没有给人 先把小女儿给人 在我们这地方 没有这规矩 你为这个满了七日 我就把那个也给你 你再为她服侍我七年 雅各就如此行 满了丽亚的七日 拉班便将女儿拉结 给雅各围棋 拉班又将婢女 匹拉给女儿拉结 做使女 雅各也与拉结同房 并且爱拉结 圣死爱丽亚 于是又服侍了 拉班七年 耶和华见丽亚失从 就是她生育 拉结却不生育 丽亚怀孕生子 就给她起名 叫刘便 因而说 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 如今我的丈夫 也必爱我 他又怀孕生子 就说 耶和华因为 听见我失从 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 于是给她起名 叫西面 他又怀孕生子 起名叫利未 说 我给我丈夫 生了三个儿子 他必与我联合 他又怀孕生子 说 这回我要赞美 耶和华 因此 给她起名 叫犹大 这才停了生育 这是主的话语 感谢上帝 我心尊主为大 我领以上帝 我的救助为乐 因为她顾念 她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 万代要称我有福 那有全能的 为我成就了大事 她的名为圣 她怜悯敬畏她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她用绑壁 施展大能 心骄气傲的人 就被赶散 她叫有权柄的师位 叫卑贱的身高 叫饥饿的得宝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她扶住了她的仆人 以色列 因她眷念 她恩慈的应许 正如从前 对我们列祖所做的应许 为要纪念 亚伯拉罕和她的后裔 直到永远 但愿荣耀归于 圣父圣子圣灵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书信经课 记载在提摩泰前书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 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倘若我担言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 在上帝的家中 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诲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大灾 境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圣人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 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 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热铁落惯了一般 他们竟止嫁取 又竟见实物 就是上帝所造 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 感谢着领受的 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若感谢着领受 就没有一样可泣的 都因上帝的道 和人的祈求 成为圣洁了 我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 便使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真道的话语 和你们向来所服从的 善道上得了教育 只是要弃绝 那世俗的言语 和老夫荒谬的话 在敬前上操练自己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敬前 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 因我们的指望在乎 永生的上帝 祂是万人的救主 更是信徒的救主 这是主的话语 感谢上帝 主啊如今可以造你的话 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看见主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主名以色列的荣耀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福音经课记载在马可福音 耶稣周围一看 对门徒说 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 是何等的难拿 门徒吸取他的话 耶稣又对他们说 孝子 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 是何等的难拿 骆驼穿过针的眼 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就分外稀奇 对他说 这样 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事不能 在上帝却不然 因为上帝凡事都能 彼得就对他说 看哪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 父母 儿女 田地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 弟兄 姐妹 母亲 儿女田地 并且要受逼迫 再来世必得永生 然而 有许多在前的 将要在后 在后的 将要在前 这是主的话语 感谢上帝 我信上帝 全能的胜负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独生圣子 因圣灵的大能感应 由童贞女 玛利亚所生 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 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害 埋葬 他降至阴间 第三天 他复活 升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被再领审判 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的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的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我们要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父今天赐给我们 又求饶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饶恕 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传柄荣耀 全是负的 永无穷尽 阿们 求主使今夜圣洁美善和平安 求主的圣天使引导我们走和平与善意的道路 求主使我们的罪过得门赦免 求主使主的教会和全世界得享太平 求主使我们怀着信心和敬畏离世 在基督大审判的宝座前 不被定罪 求主使我们因主的圣灵和荣福同征玛利亚及圣法兰西斯和圣克拉尔 在众圣徒的团契里连成一体彼此信赖 并将我们整个生命托付给基督 上帝啊 凡依靠主的主就赐给他们力量 求主施怜悯应允我们的祷告 又因我们本性软弱离开主就一事无成 所以求主施恩帮助我们遵守主的诫命 使我们的意念和行为都能门主喜悦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圣子和圣父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权 唯一上帝永无穷尽 阿们 主上帝啊 主的圣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已经战胜了死亡的全世 并在新耶路撒冷为我们预备了地方 求主叫我们今天因救主的复活而感谢主 将来在圣城里赞美主 圣城的光 愿主永活永远掌权 永无穷尽 阿们 至圣的上帝 凡洁净的心愿 正直的意念 公义的行为都是从主而来 求主将世界不能给的平安 赐予你的仆人 使我们专心顺逐你的旨意 并且倚靠你不怕仇敌 就可以在平安和宁静中度日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阿们 上帝 我们的君王 因为主的圣子 耶稣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 胜过罪恶驱逐死亡 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求主借着胜利救赎我们所有的日子 赦免我们的罪 消除我们的恐惧 使我们勇敢地称颂主 遵行主的旨意 更求主兼顾我们 耐心等待末日 祖国的实现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阿们 主啊 求主使我们成为主和平的工具 有憎恨的地方散播仁爱 有伤害的地方散播饶恕 有纷争的地方散播联合 有疑惑的地方散播信心 有失望的地方散播盼望 有黑暗的地方散播光明 有忧伤的地方散播喜乐 求主施恩 叫我们不要过分求别人的安慰 而是要去安慰人 不要过分求别人的了解 而是要去了解人 不要过分求别人的爱 而是要去爱人 我们施舍就有收获 宽恕就被饶恕 死亡就得进入永生 阿们 全能的上帝赐完的福 为了你对我们和对万人的良善和慈爱 我们这些卑微的仆人 虚心地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创造了我们 保守我们 并将今世各样的福赐给我们 我们特别赞美你无比的爱 借着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 并赐给我们受恩的方法 和荣耀的盼望 求主使我们认识你的恩惠 能以真诚感恩的心 显明你的荣耀 不只在口头上 而且在生活中 奉献自己为你服务 以身形圣洁公义的事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但愿尊贵荣耀归于 圣父圣子圣灵 永无穷尽 阿们 全能的上帝 赐恩典给我们 叫我们在这时候同心祷告 主神借着爱子耶稣基督 应许我们 若有两三个人 奉他的名聚集祷告 主避在他们中间 现在我们所愿所求 若是对我们有益 求你允准 使我们今生明白真道 来世得享永生 阿们 我们要赞美主 感谢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 众人同在 阿们